来我们来录机关算计 这是红楼梦插曲的第三部 小松所翻了 机关算计太聪明 这是第一部连结 待会放到第二部 那我的影片就放到第一部 这我紧追我后面的这部影片 只非常精致拍的非常精致 是刘子林所演唱的 所以她画面非常好 基本上是大陆红楼梦的一些片段 A man A man Intelligent enough 太聪明的人 怎么回事 但是双面人 也伤了自己 机关算计太聪明 反算了轻轻性命 生前信一岁 时候信空灵 家父人灵 终有个家王 人善个蒙头 枉费了易闲闲 半世心 好一世 荡悠悠悠善根蒙 呼啦啦是大下琴 昏惨惨是登江集 一场欢喜忽悲心 探人是重来解 最好还有一点 是悲伤的宿命的感觉 有人争议说 红楼梦的后面九十篇 是高二所写的 所续的 不是草雪区的原意 前后有点参差 而且有点文不对题 但是红楼的范围 红楼就大概炒翻天了 就是 炒一百多点 炒几百牛点 还没尘埃未定 是 那我们只要把它当做 能够让我们心里的神会 或者会心一笑的 是 碰触 那基本上就是个成功的文学 是不是 反正文学是艺术的一种 当然充满主观意识 是 但不像一般人所了解 我们所理解 像科学那样的精确 你要求他一定要发出 什么样精确的讯息 就像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当然每个人历程都不同 先进怎么可能相同 是吧 你有你的解释方式 他用他的方法禅识 那完全都不同 是 什么这个正好啊 如果是正好 是 做一个主题 大家这个主题上 可以互相发挥 发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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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后面那一行 这是华盛《红楼梦》版 是 是 我说这个歌词的选材啊 是吧 那至于那个新版的《红楼梦》 中国大陆做拍制的 有没有这样的歌词 我都不太清楚 如果是也是曹雪芹所写的 原文 那有可能呢 中国大陆也有他自己的版本 都没有查了 没有都往上查了 是吧 是一个男子 一个人 聪明反被聪明 是是 他那个脑袋啊 心机非常巧啊 那基本上就是因为这样子 他杀了他自己啊 我是能融过这大家族的生活 当个总管一面的是领袖者 我对处理内内外外的事情 是 手腕高操啊 真是个小小的王国 是我同意的人 对啊 是 但是呢 是 我是用我毕生的力量 在经营这个家族 用什么 用繁荣与富庶 可是我付出的代价 我付出的代价 却是什么 就是这一代所有的所有 是吧 他基本上随同义去了 大厦的江青 就好像大厦倾倒一样 哪一种方式 蜡烛慢慢的淡点 被熄灭了 是吧 因为大厦江青 是突然的状态 那蜡烛熄灭 是慢慢的渐渐的 是不是 我不管他 是 是 这样的忧伤呢 他基本上啊 就把那些镜子一般的幻象财产 就把财产呢 就败光了 是吧 实际上什么样的东西呢 道理说 你有的资产 应该非常快活 他自己的资产好相反 其实 所以呢 我基本上说了 您做神努力 基本上有点枉然 因为你的主观意识都是这样子 你总是悲伤嘛 不是吗 基本上了 是吧 是吧 这样的心态呢 可悲的终点即将来到 基本上我们束手不扯了 是不是 好过去 我是小宋 在板桥府中站 现实2018 9月23号 上午9点09分 今天周日 民间中究节 过去 这是 好